你怎么回事 儿子 你做人不能这样的 妈这件事你就别参谎了 妈 不要帮我 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明天让赵紫会来见我 不行 不行也得行 你跟他说什么呀 我们两个是普通朋友 你训他没资格 客客气气你又做不到 我才不跟他客气呢 你放开 你放开呀 放开 妈 李 什么 给您买的水果 好 谢了啊 走 回旅馆 本事挺大的呀 瞒着我啊 瞒你因为我是你妈 你有这么好的同学朋友 那是你的福气 是啊 我福气 走 上车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这么大的酒气啊 你喝吗 我刚打开的 不喝 买新鞋了 真好看 出去啊 谈业务 这么晚 这么晚 大业务啊 年轻就要醒着拼 走了 嗯 哎 哎 你和徐天 谈恋爱了 我就瞎猜的 猜中了 走了 嗯 嗯 嗯 两瓶热水我都给你揭满了 你要没事的话 就洗脸洗脚快点睡觉吧 嗯 嗯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嗯 徐天妈妈来了 好像是专门来找你的 啊 哎 怎么打不开啊 哎 邵中你给我开门 什么话啊 你别跟着我 不训话呢 训你没用 得用行动 那我陪你进房间 我有人陪 来了来了来了 阿姨 我来了 腿疼不疼我扶你 走 慢点点 哎妈 我明天早上过来找你啊 你是不是需要给我点解释啊 今天早上 李姐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 阿姨要来上海 让我去接一下 她还说阿姨来上海 是瞒着她呢 所以让我不要告诉你 怕你去接了 阿姨不高兴 那我妈现在还瞒着小丽呢 没有 阿姨到上海以后 都联系我李姐了 小丽怎么知道你电话呀 包子嘛 她现在是你家酒楼的人 贾小董她为什么跟我妈走得这么亲近啊 一物降一物 令堂克小董 我 上车吧 送你回店里 送你回店里 阿姨你看一下嘛 不懂的我跟你讲 颜若洲是什么人 紫辉上司 男的 算男的 你认识 不太认识 但是他们的事我基本上都知道 说 颜若洲 长相 看得过 娘里娘气的 一直想跟紫辉好 因为是顶头上司 紫辉也不好说是吗 本来想从容她以后 工作上能有个帮手 那谁晓得前段时间 她前妻突然回来了 那颜若洲一拍脑门 要跟她前妻复婚 突然不理紫辉了 然后呢 前妻叫吕倩 是颜若洲的上司 是紫辉的错 总是故意为难她 这前段时间 好像颜若洲又翻过来找紫辉了 搞得紫辉两头难做人 道义 你说这上司得罪不得 这上司的上司更不敢得罪 所以她就和徐天好了 姨 天歌跟紫辉好 我也是刚知道的 原来挡箭牌是这个意思 挡箭牌 小妖精 她祸害别人也就算了 还祸害我儿子 让我儿子当挡箭牌 她以为她是谁啊 我儿子喜欢她 那是她的福气 我还不同意呢 她倒好 弄来弄去的好像在下象棋一样 我管她上司不上司呢 我儿子糊涂我不糊涂 我明天就去把她那盘棋全部给弄翻 戳她一身贱 那是她自己的事 等真相大白了 我带儿子回岩城 阿姨 天歌真喜欢紫辉 你不要搞错了 是随便喜欢的那种 还是真心喜欢 我自己儿子我还看不出来啊 出门碰到小妖精 一堆祸水在等着她呢 是不是 是 人家赵紫辉都直说了 要拿她当挡箭牌 她只当听不见她傻不傻呀 傻 心甘情愿当见辈的 这天底下哪还有这种事情 对不对 不对 对不对 不对 你刚才没听清楚 我听清楚了 阿姨 你刚刚说的话 我一句都不喜欢听 啥 赵紫辉她不会下象棋 她床头那张计划表 你也看到了 是清清楚楚地写着 要让自己按照别人的歧路不走错 我跟她都是外地来的 到了上海 就是为了给别人当棋子来了 她学历高 局面比我高级 我什么都不是 所以她比我可怜多了 太可怜 你不知道吧 她那个局里都是柴狼虎豹 她一怕被吃掉 二怕自己日后也变成柴狼虎豹 找一条 放每天挤来挤去的过日子 换成是我早跟杨柔周李劝翻脸了 可是她如果要翻脸了 那么好就开除 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十几年白上 爸爸奶奶知道她没出息 现在找工作多难啊 重新找最起码要半年 从地层做起 为了几千块不到一万块钱的工资 不敢谈恋爱 有哪个小妖精会傻成这样 赵子慧要是小妖精 孙武功都显不出本事来了 你乱七八糟你说什么呀 给阿姨聊聊天 我这个人没什么主意啊 说句话来确实不太好懂 喂 小丽雅 我在酒店房间哪 徐天的同学在这里 少仲呗 对了 是少仲的朋友 住得好吗 蛮好的呀 徐天我跟他说了 我明天去找他 阿姨 你别动气 你别逼他 我心里有数啊 徐天今天一个电话没往家里打 我都到这儿了他打什么电话呀 你是哈 他在干什么呀 他能忙什么呀 他弄他那个破饭店呀 没别的事 他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啊 他除了弄他那破饭店 他还能有什么事情 他没事 对了 小丽 你明天把我们酒楼全体员工的保险单 都整理出来 干什么 我要买保险 不是买过了吗 对了 我说错了 我是换保险 我换一家公司买 好的 我挂了啊 充电器带了吗 充电器 没带 保险的是 你打电话 自己和倒立说 一共多少人 酒店 四十多个人吧 什么选择 自己打电话跟他说呀 充电信明天早上送到 让少仲明天早上来接我 我可请不起他 我可请不起他 行 明天早上让他肯定到 已经很晚了 回去路上小心 谢谢道义 走了 我可不可以 你 开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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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这么大 还没给女人送过东西呢 回盐城的时候 回盐城的时候 送给刀的一只金戒指 今天送给赵子辉一双高棍鞋 怎么想起送鞋来了 不知道 走的会有原因的 就是想对她好 她挺不容易的 那历劫怎么办 你也应该给贾小朵送东西啊 我又没和她谈恋爱 我送什么东西 我也没谈啊 没谈 没谈 跟我还不说实话 我跟你还不说实话呀 我真没谈 你谈过恋爱吗 算没谈过吧 没谈过你怎么知道现在不是在谈恋爱 你知道啊 我 我给贾小朵送过一副耳机 笑 笑什么 我 我要是你就笑不出来了 在这里喜欢赵子辉 丽姐在盐城等 现在阿姨大驾光临兴师问罪 你还笑吗 我无所谓 喂 小丽啊 我刚到店铺 我 邵仲送我回来的 我进去跟你说啊 那 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陪阿姨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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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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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尴尬 口哭 都尴尬了 口哭 去哪里啊 先开起来 天哥要过来的 你先开 他知道 阿姨去哪里 要不给天哥打个电话 你手机借我用用 我都没电了 去外滩搜好 去那里做啥 总不会去吃早点的 我给天哥打个电话 跟他没关系 我电话 我到地方就给你 你好好开车 来 慢点 慢点 就这儿啊 对 你不会骗我吧 写着呢 外滩 搜好 那我上去了 阿姨 手机 我的手机帮我把电充好 下来还给我啊 您不会是去找赵子慧吧 我就是去找他 您怎么知道 他在这儿上班啊 这还瞒得住啊 贾小嫂告诉我的 我没有你在这儿下班 我被她人招开了 他会给你 你不要带你 那我真的带你 我来带你 你带你 我来带你 我来带你 你带你 我来带你 你带你 我来带你 你带你带你 我来带你 你带你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什么 等等我 子惠 早啊 来了 来了 还有人呢 麻烦按一下三楼 谢谢 阿姨 超重了 超重了 叫谁阿姨啊 超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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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总好 都几点了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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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什么人 看我干什么 让一下 让一下 这 你头疼吗 不疼 年轻就好 我这一晚上头疼的都炸了 以后尽可能的少喝一点 你知道萧总喝成什么样了吗 不知道 你还要喝水刀 肖总昨天晚上回去给我打电话说 他都喝傻了 合作 要缓一缓 为什么呀 不是说可以了吗 本来是可以的 但是一瓶酒 对一瓶水 就不可以了 我是你的上司 年纪比你大 三天不美容 都不好意思跟你这样的小姑娘站在一起 我尚且拼命努力 你不帮忙就算了 还帮倒忙 肖总是什么样的人 场面上的人 不喝无所谓 眼睛里揉不下沙子 你知不知道 这一单外地野水我跟了多久 三个月 前期垫付六百七十万 没了 项目价值十一亿 也没了 吕总 吕总我 赵紫慧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想想都觉得可怕 不要说肖总 你喝水 一个身家几十亿的老总 认认真真把自己喝趴下来 最后两杯英文心疼你 把杯子拿过去 结果是水 我不单独处理 显得我有私情 去把盐肉粥给我叫过来 吕总 你要下什么决定 把她叫过来 吕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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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您过去 好 陈总 潘奔 真把自己当女王 我爱你 178离合 ください veo улиiyas 盈总 有个资料需要您签一下 一会请 她就是颜总啊 是啊 颜若洲是吧 在严总办公室 我就知道了 阿姨 阿姨 请出去 出去 我有事 我来说 赵子惠 知道我是谁 徐天妈妈 通风报信过了 徐天呢 她不知道我要来 我在上班 你上班 在严若州办公室做啥 去哪儿啊 我们到外面说 外面这么多人 那楼下说 就在这儿吧 等一下严若州过来 我正好也有话跟她说 您说 你墙上那张计划表 我看过了 你人长得倒是和计划 要做的事情满贴的 工作也体面 徐天从小到大 做事情从来不计划 想到哪儿做到哪儿 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后果 我这件事 把别人弄神经病了 她还觉得有意思呢 你和她活脱脱是两种人 赵子惠 你到底看上她什么了 您说 阿姨 我问你呢 我脑子乱得很 你别乱 我帮你整 这是可以再协调的 不不不 不耽误 不耽误 小董 您大概什么时候 行 行行行 我清楚了 好的 怎么样 怎么样 飞机滑行 他关机了 老肖是私人飞机 他关什么机啊 私人飞机起降的时候 也要关机 怎么说的 我们调整计划 他先回北京 调整计划 调整计划 你说的还是他说的 我建议 你建议有什么用啊 你急什么呀 合作来来会会很正常的 你昨天要再难得这儿 多正常了 本来这事都已经定了的 那何必把赵子惠叫回去呢 要不是老肖喜欢他 我能少看他一眼 试一眼 我认为这件事情 把责任归在赵子惠头上 不妥当 那怎么样才叫妥当呢 你给我说个理由 第一 他只是个助理 合作如果不成 他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第二 现在合作没有不成 等老肖回来可以接着谈嘛 第三 小姑娘本来就不会喝酒 难道非得要喝死在桌上吗 颜若正 我们俩是在谈正事 你不要老护着你的小姑娘好不好 行 那你说 怎么办 辞退 然后再跟老肖谈 为了挽回YDH11的项目 就算辞退你我也不在乎 是吧 当然 我问了半天你倒是说话呀 阿姨 你 您还是走吧 我来都来了 你以为我来一趟容易呀 我昨天晚上想半天 我怕徐天不高兴 我怕你给我脸色看 我是下定决心才来的 我是长辈 反正我来一次 一次性把话都要问透了 别问 吕倩 你是公司总裁 他只是一个助理 这个项目真的真的砸了 也是你跟我的责任大一点 怪监一个助理 于事无补的 责任当然在我 所以我才辞退他 补救项目呀 你懂不懂 我懂啊 就算是我也一样辞退嘛 在其位谋其职 公司的利益至上 就算我们是夫妻 也一样辞 对 辞退以后 我养你 我们还会是夫妻吗 不会了 很好 这才是公司分明了 就要进来吧 你的助理你自己教的 还是你宣布辞退比较好吧 免得显得我公报私仇 好像就是啊 颜永珠 你不说 我说是一样的 你哭啥呀哭 哭啊 没哭 你和徐天认识多久了 十天 和颜永珠呢 两年 那你和颜永珠有没有那个 没有 那就不算好过嘛 我跟他没有好过 那和徐天呢 也没有 你喜欢徐天吗 喜欢 喜欢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前天 真喜欢加喜欢 真喜欢 你想过以后吗 没有 没有 你头脑一热就喜欢 那徐天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 那你以后怎么办 我没有以后了 你哭啥嘛 你哭啥嘛 哭啥呀 怎么办 出去出去 你看 你哭了 你看 我是他阿姨 小姑娘 你不至于啊 我刚跟你聊了两句 你就委屈成这个样子 你不像你墙上那张表格呀 一步一个脚印 你火气多旺啊 没了 啥没了 徐总我也要在商量 我工作没了 是 是 因为我 不是 那是为啥呀 徐总让我杯酒 我不会喝 不会喝酒就开除 不是 哎呀 那是啥呀 你说呀 智慧 总裁刚才打电话过来 叫你去办公室 快别哭了 智慧 对 你哭也没有用 没过 您要理解 这是公司的决定 是公司的决定 还是您的决定 颜柔 这让你听听 有这么反问的吗 真不是一般的员工啊 是公司的决定 有余地吗 我想办法挽回公司的项目 辞退你才能挽回公司的项目 我跟蔡天一起服务了两年 我以后会给你写推荐信的 那巴黎怎么办 报个旅行社 正好 丑公和严总一块去 那我奶奶怎么办 我以后怎么办 你以后怎么办 是不是都要我负责任 严总 我不想走 吕总听您的 我听他的 他听你的 是不是 你们俩有矛盾 为什么拿我出气啊 对 就是拿你出气 出去 吕总 吕总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李倩 对不起 你还有没有人心 你回来我就说跟他断了 说不说得清啊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断的样子啊 那怎么样算断呢 辞退 眼不见为敬 全都不太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